謝謝 我覺得大家能來到這邊 應該覺得還蠻有 應該跨出了人生蠻大的一步 我個人也是在前兩個月跨出人生蠻大的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要準備去大陸做淘寶網拍生衣 我在台灣的Yahoo拍賣已經創業了一年半 然後有些小成績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 我去大陸以後發現台灣的網路環境 還有一些電子商務的競爭力是遠遠不及大陸的 我們原本的進化是想說 因為我在台灣做的是韓國的女裝 把韓國的東南版的女裝拿來台灣買 我們也想說去大陸去把東南版女裝拿去大陸買 然後去上海買 然後去做電商這樣子 結果發現說他們的 不管是產品面然後行銷面 各種各種電子商務的處理的經營的層面 都已經遠遠超過台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營網拍的經驗或是什麼人 然後 然後我大概 所以那一次的失敗就是 我覺得說 我們還沒準備好 所以我們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那一次的失敗 我們 我就決定退縮 先當作一個考察的心態去 去面對這個市場 那我們去了三個城市 第一個是蘇州 第一個是上海 第三個是義務 那去蘇州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大陸現在 蘇州是側欠的城市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大陸的城市的分子 比如說省會啊 或是上海北京啊 他們都算是 之下是都算一線城市 那二線城市就是 這些城市管的 對對對 它算二線城市 那像大陸的二線城市 正在做的一些是 蠻有 爆發性的成長的 就是不管你們要開什麼店 就私底的店面 或是一些 一些服務業 比如說按摩啊什麼的 我覺得在二線城市 都是非常有機會的 然後 然後我去了上海 第一線城市 他們的進步 他們的 國際化 都是遠遠超過台北的 包括硬體軟體的建設 也許 台灣人會覺得說 欸 上海有 有這麼 這麼的超越嗎 或是他們的服務應該很不好吧 或是台灣的軟體應該超越他們吧 我覺得並沒有 我接下來是覺得說 上海 在 各個層面已經超越台北了 然後到義務 義務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義務這個城市 它是 全球的 批發的大的贏 對 他們的批發量跟他們的 Quality Quality 是蠻不好的 說實在 他們批發的量跟那個 價值 都是 還蠻驚人的 比如說 比如說 三百支 一千支回來賣賣看 那我去跟那個店家談 我說 這支比 我批一下 可以 我可以批一千支吃吃賣看嗎 然後他就說 基本上我們的量是 十萬支洗掉 對 那你就知道 就是大陸人的格局 跟台灣人的格局 我覺得是有差的 對 那我覺得希望蠻 就是 要多去看一看 然後 對 我覺得 只要是 台灣現在想做事情的年輕人 像一般成就的年輕人 或是 也不管是年輕人 可能老人也可以 對 就是 不要 不要把自己封閉在台灣 要走出去 對 要走出去 而且 要 如果你想要做什麼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舞台已經 已經 沒那麼大了 所以上海 或是 珠江山鳥州這邊 他們有一些還蠻大的舞台 對對對 那我以後會做的事情 就是 淘寶的店長 就是在做 南莊的 那如果對於 南莊市場有興趣的人 可以跟我聊一聊 對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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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